在这里呢 今天这一节呢 我们继续讲这个 John Locke对这个私有财产的这种概念 他是怎么看的 这个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这个私有财产 在他的这个定义里面 实际上有他一个很独特的一些看法 这些看法实际上恰好是 某种意义上是 适用于当时美国 新的美国这个英国殖民地 在美国的这个和印第安人的这种 财产的这种争议上的问题 实际上他等于是 给美国的这些新移民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但是呢他仔细看一下他这个理论 还是有一定的他的这种理论依据了 所以我们先看一看 分析他这个对财产是怎么看的 他呢实际上这就是对财产会价值呢 他有一个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 就是这个John Locke呢 他自己是这么这么认为的 因为前面已经讲过 他实际上是一个宗教 他是一个很信宗教的一个人 他认为呢上帝呢给这个人类呢 赋予人类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 而且呢这个上帝呢 把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呢 都赋予了人类 而且是have in common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共享 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财产 或所有的财富 给我们人类去共同这个享受 OK 同时呢给我们这个这些财富呢 使我们利用这些财富可以去 这个生严后代 同时呢是这个欣赏这个 或者说是享受这个大自然 给我们的这种生活质量 OK 就是给人类 所以就是说这个 这个自然界的所有的这个 这个财富是这样 上帝给我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去 延续子孙后代 同时那样这个 enjoy我们自己的这个 这个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 那么同时呢 上帝呢给我们了 所有人获得私有财产的权利 他也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权利 OK 我们有这种权利 那么这种权利呢 实际上呢是什么呢 这里就是关键就在下面 这个这个权利 就是得到的这个私有财产是以什么样 刚才讲的给我们获得私有财产的权利 那这个权利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实现的呢 是以我们的辛勤劳动来实现的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我们对一个财产的拥有 对于财产和物品的拥有的前提 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辛勤劳动 去把它创造出来的 这样的财产和物品 是我们的私有财产 财产我们拥有这个私有财产的权利 OK 同时呢 他把这个问题呢 稍微换一个角度呢 就是在用John Locke的观点来看 他说自然界 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天然 这个大自然 大自然界本身 他对我们社会 对我们人类来讲 没有太多本身的这种 实施的实际的价值 OK 实施的实际的价值 而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 真正的价值是在当我们用我们的辛勤劳动 把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些财富 把它把它创造出来的这个价值 这个实际上就有点像那种马克思那种剩余价值一样 就是地下的铁矿 地下的煤矿 地下的森林 这个地面上的森林 鱼产野生动物 这个什么 这个各种财的野生瓜果 什么这些东西呢 这是自然界的 它本身没有什么价值 它的价值是当我们用我们的辛勤劳动 把它去什么 OK 所以呢这个呢 是keep that in mind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用这个解释的话呢 马上就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对这个印第安人 就是美国的印第安人 到底他拥有什么样的私有财产 他拥有什么私有财产 按照John Locke的这个理论 就是说 他的拥有的私有财产是什么呢 是通过他的个人的劳动 或者个人的努力 获了获得的东西 就是他的私有财产 可是呢 大部分的这些印第安人 就是这种native american OK 印第安人 他的劳动是什么呢 是打猎 他们实际上很少去开发农业 他们对农业的这个 他们有少量的人务农 但是大部分人很多都是打猎 那用John Locke的理论来讲呢 既然你是打猎 OK 这个土地上的价值 就是被你捉到的 被你打到的这些猎物 被你打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动物 你用它来吃 用它的皮毛或者什么 那么这个是你创造的价值 而这个土地本身 你并没有创造价值 OK 而是这个土地上面的那些东西 是你创造出来的 这就是用John Locke的理论来分析 想让你可以想象 用这个理论的话 为什么美国的这些新的 就是美国在独立之前的这些 英国殖民地的这些 美国殖民地的这些 这些人 为什么特别欣赏这个论点 因为美国到移民到这个 就是从欧洲到移民到美国的这些殖民 他们主要的经济活动 实际上就是农耕 他们都是在种地 他们都是farmer 他们很少有猎人 大部分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种烟草 种粮食 种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以呢那这样子你如果在这地上种的话 那显然这个土地就是你创造的价值 因为你可以开采一大片森林 一大片荒地 你把它开荒了以后 实际上这个就是美国当时的移民 就是以这种形式 就是大量的森林被它伐掉 伐掉和变成那个农耕田地 然后在这田地上种田 种了一定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人造的这个肥料的时候 它种就fallow 就叫layfallow 就是要过一段时间要把它荒一阵 然后再开一块新的地方 这样的话就是不能让这个一个一个地 每年都种上的那个地就不生产了 但是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是创造价值 OK 所以呢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蒋老克还提出一个什么呢 就是个人财产 优先性高于政府 OK 优先性高于政府 就是个人财产的优先局是高于政府 换一句话说 个人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OK 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实际上这个含义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那么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反过来讲 它也可以 它是这么讲 就是说 政府或者是权力机构 或者就是政府 没有 OK 没有权利 或者是不应该 这个随意的把个人的财产 给它处理掉 这个叫dispose off 这里处理掉 就是把你把它兼并 把它转手卖给别人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如果这个财产是个人的财产 你没有权利去对他的个人财产 做任何决定 那个决定是他自己的决定 不是你的决定 那显然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理论和谁是冲突最大 实际上就是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里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就是私有财产 要给他充公 要给他剥夺 OK 他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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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论里面 不最后 共产党宣言里不就是讲这个 剥夺私有财产吗 所以这个John Locke 正好是和马克思主义 就等于倒过来了 当然John Locke比马克思 是要要早很多年了 早就早100年早200年的将近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在个人私有财产上的这个这个看法 同时呢 他还有一个 在这上呢 他还做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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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解释 就是说 如果是你过人努力创造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价值就是你的 我可以想象这个这个我别人家的这个 别人家种的地 然后我就我就上去 我就是碰碰碰说这地是我来种 然后你这家地就属于我的 显然也不对 所以他这个有一个前提 前提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个人私有的财产 OK 你通过劳动来获得的私有财产 通过你的辛勤劳动获得私有财产 是你的私有财产的前提 变成你的私有财产的前提是什么呢 是别人不受到伤害 别人不受到伤害 因为这个私有财产落到你手里了 而并没有别人因此而失去什么 在这个前提下 这个才可以变成你私有财产 而不是你去强行掠夺 OK 当然这个呢 还有一个例外的情况 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财产的这个量非常大 就是等于是没有无上限的各种 比如说空气和水 OK 或者是这个没有这个 就是无穷无尽的土地都可以用 这个土地你就开荒了 你就可以用 这个时候显然就没有人受到伤害 空气和水没有受到伤害 那么你这个财产 由此产生的东西就应该是你的 你可以想象 今天我们去商店里买纯净水 那水说实话 那不就是本身是不值钱的 在自然界到处都是 显然它没有 那么水的价值在哪 就是因为有人把这个水 把它处理过了 变成干净了 变成没有杂质了 然后把它包装好 把它运到那里面 所有的价值都在这个过程 在它的这个 在这个工作的处理过程中 而不是这个水本身的价值 这上lock在这里讲 就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呢 就只要你 你这个东西不是 不是这个 不是稀有的 比如说或者是别人的 这个土地上 有这么一点 有这么一点金子 他他发现以后 他没踩你上 你强行就把它踩走了 那显然这个就有问题 对吧 因为这个金子在他的土地上 你把它踩走了 那这是他的 你可以说 他没有踩 他没有花这个 没有用这个 用这个辛勤劳动 把这个金子得到 而我得到了 但是呢 这个是用按照 John Locke讲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他因此受到了损失 如果除非这个金子 是无穷无尽的金子 像水和空气一样 那就另外一码事 OK 当这个前提 OK 没有满足的时候 OK 没有满足的时候 或者就是你的资源 已经不是像你刚才讲的 无穷无尽的资源 你可以随便拿 别人不受影响的话 比如说 当土地受到了限制 你土地就这么多 你尽管那土地是荒的 他家的土地是荒的 你上去坑着坑着 就给他给给他种了 你把它 那也不应该是你的 因为什么 他他已经受到损失了 所以呢 就是说呢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当这个资源 受到了约束 资源的这个 这个这个市场上 拥有的资源的 这个这个存储量 或者怎么说 是受到了自然界的自然约束 就是有限的 同时呢 别人又没有在这个资源上呢 就进行自己的工作 这个时候 你还是不能轻易的去把它剥夺 这个时候 怎么样去把这个资源 拿到你手里呢 就要通过一个 政治的一个 一个协商过程 就是political society 通过一个政治上的 一个社会政治 或者一个政府的这种机构 来大家来协商 来说这块地 到底应该是谁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在那个 在这个美国早期上也是有 就是这个叫homestead law 很多地方空的 然后我就往上 我一种地 种地完了以后 种多少年以后 这块地方就是 这就是homestead law 就是假设这块地是空的 现在没有人 然后我就把它占了 ok 我得把它占了 占了以后呢 我在上耕作 我忘了是10年 还是20年 以后这块地 实际上就属于我的了 但是你 你按照如果前面的讲的话 就是这块地 已经有人说了 那是我的土地 然后你在20年 在上耕作的话 他说还是他的 那按照现在的讲呢 就是你如果是 耕作了一天 你就说是你的了 这也不行 你工作20年 那就确实是你在这 花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这块土地呢 你产生了很多价值 这可以是你的 前提是这块土地 是没有以前没有主的 如果有主的那个人 是这个怎么说 就是说这个 他也在上面耕作过 也在上努力过 工作了 已经把它地气都拿到了 你上去这么干 显然还是不行 但是这里面 你可以看出来 就有灰色地带了 OK 比如说一个人 他拥有了几十英亩的土地 他工作了20年 拿到了地产证了 结果他以后 他再也不动了 就再也不管 几代几十年 他都不管这块地了 那按照Homestead law 你就可以把这块地 再给抢回去 或者再给占回去 但是今天这个 law 好像在美国 我不知道还是怎么实施 现在实际上 随着地的资源越来越短缺的话 这个问题上就是越来越严 就是越来越严谨了 就是不能靠你在这住几年就把这地方占了 这是在美国早期 殖民地的早期 这个大量的土地 在从东到西扩展的过程中 就有这个Homestead law 好 再继续往下走 那么财富的积累 OK 财富的积累呢 是可以的 按照这个John Locke的 这个什么 这个理论 就是财富可以积累 或者是就个人财产可以积累 但是呢 如果你积累这个财产呢 被浪费掉了 这个是对上帝的一种侮辱 或者是对自然界 他因为在他来讲 就是自然界 就是在那就是上帝 在他那就是至高无上上帝的 就是和自然界 在他眼里是等同了 是一种侮辱 比如说 你比如说 我种了这个 这个这个很多的这个玉米 OK 种完了玉米呢 我最后我也没卖 我这玉米吃不了 我就把它烂的地底了 他认为 这是这是对这个自然界的一种侮辱 而可持续 就是如果是你要想避免这种情况 你就必须有一种方法呢 去把这个这个这个物品呢 变成就是就是不被被浪费掉 那怎么样不被浪费掉 那就是交换 对吧 我做的 我多生产的玉米 和你多生产的猪肉 和他多生产的这个大米 互相进行交换 这样我们每人都可以 把自己多余的那部分 让别人去享受 同时我也可以享受 别人多余的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交换过程中呢 实际上呢 就产生什么 就产生了货币 因为有了货币 你才可以产生交换 而货币某种意义上 就代表了什么呢 就代表你生产的财富的固定模式 因为我生产了 比如说我生产了 这个这个这个 一定量的这个多余的玉米 这个多余玉米 我把它换成钱了 我把钱就放在银行里 放在家里 我不一定说 现在就去买买猪肉 还是买买大米 但是呢 我这钱呢 在我手里 我过一年过两年 我什么时候 我想去买什么 就买什么 那等于是什么呢 等于以前的模式 把那种过去 有可能被浪费掉的 自然界获得的资源 把它以前的模式固定下来 而且不被浪费 这个是可行的 OK 按照John Locke的讲 是可行 等于以前的模式固定下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自然带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后果就是什么 当大家都以前的形式来 来这个来把你的多余的生产的财富 积累起来的话 那么这个积累就有可能没有上限了 而且同时没有浪费 因为你钱 你放在家里 放一天 放两天 这钱不会烂掉 但是呢 这就产生一个没有上限的积累 这个没有上限的积累 实际上就是一个财富的这种原始积累了 某种意义上 OK 那么这样的积累就产生什么问题呢 产生了一种不平等 就是有的人家里钱多 有的人家里钱少 OK 有人家里钱多 实际上等于是他生产的财富 他生产的东西多还是少 他的努力多 或者以他的聪明才智 他用的什么更好的方法 生产东西 生产力更高 或怎么样 但是呢 按John Locke讲的 他说这样的不平等 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个不平等 并不是社会 一个civil society 或者是这个law of land 就是这种自然界的规律 把它人为形成的 这不是 这是一种自然的 自然界的积累 形成的这种不平衡 然后这个上 就某种意义上 隐含着这个Adam Smith 就是后来这个亚当史密斯的 那个国富论里面的一些理念 在这里面 他是有这种类似的理念了 OK 同时呢 John Locke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 就是说在财富不平等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里 政府不应该去强迫平均财富 就是说大家 由于这种财富的这种逐渐的积累 有的人钱多 有人钱少 贫富差别会拉的越来越大 即使是这样 政府不应该去强迫或者参与 把这个财富重新分配 那就是什么 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搞这个共产主义 OK 搞这个打土豪分田地 大国王那不就是干这个吗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 就是对这个财富的这么一个评论 就是到底什么上 总结一讲 他就是这个 人类拥有的私有财产的 在他的那个年代的形式 就是你对自然界的一些资源 投入了你个人的辛勤劳动 辛勤劳动的果实 获得的果实 就是你的私有财产 同时你的私有财产 由此通过货币的交换 可能会产生越来越不平 不均衡 这社会里有人多有人少 但是这都是OK 这都是我可以接受的 OK 这是这是一个概念 那么下面呢 还有一个概念呢 这个也就是什么呢 就叫state of nature 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自然界的这种自然状态 就是大自然的这种状态 这个状态 实际上 这我后边讲一讲 你能听出来 它是什么意思 他说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个人呢 天生啊 就是自由的和平等的 他就是天生 就是在这个 这个天生 并不是说你从小时候生出来 而是从原始社会 就是在人类的这个最早的社会 最初早的社会 从这个最原始古老的社会 人就天生 在没有任何政府的时候 人是自由的和平等 人人都是一样的 OK 那么 那么那个什么呢 这个人的这种社会生活 就是群居生活 大家在一起居 变成一个小的村庄 小的城市 小的什么什么 这种国家 这种过程 实际上都是人的自己 后天慢慢经过 多年的这种社会的进化 慢慢形成的 OK 那么人的本性是什么呢 人的本性是什么呢 第一是reason and tolerance 人的本性就是有理性 同时呢 要有忍让和宽容性 对应该 tolerant叫宽容 就是人的本性 应该是理性和宽容 同时呢 这个人的本性呢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本性 就是自私的 OK 这是他讲 就是人实际上是 实际上就是天生的 在最原始状态 他都是自私的 这个实际上 这个很容易理解 但是这种自由 就是在这种天生的 就是人的这种自然界 毫无约束的这种自由和平等 是有他的边界的 或者有他的 有他的这种边界限制的 什么样的边界限制呢 就是他呢 应该受 这个人在这种环境下的 这种自由和平等 是受自然法规的约束 OK 这个自然法规 下面我们会讲 到底是什么自然法规 那么这个自然法规的约束 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约束呢 首先一个呢 就是一个平等的 state of equality 就一种平等的约束 这种平等约束 具体讲是什么意思 具体讲呢 就是说 不应该在这个自然法规的情况 不应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 这么一个机构 不管是法律 还是什么价值 还是什么法官 什么价值 去 去什么呢 去这个 去决定所有的任何的社会中的 这种不 这种争议 争端 由一个最高的这么一个人来决定 他决定 你对 你错 还是你对 他说 在这个自然法规中 不应该有这么一个人 就是人 自然 所有人的 互相的这种争议 或者什么 都应该你自己互相解决 而不是让一个第三方 比你们都高的人去解决 OK 这是一个自然法规 还有一个自然法规 也是平等自然法规 就是人和人之间 OK 不应该有上下级关系 大家都是一样的 不应该有上下级 没有hierarchy 就是没有皇帝和屁民 或者是没有这个亿吨 亿吨和底下的草民 OK 同时呢 每一个人之间 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和独立的 平等和独立的 自然法规是他的认为是这样的 所有的人的自然大自然法规 赋予他的权利 就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人大自然都赋予 在自然法规上 都给他一定的权利 这个权利的最基本就是什么呢 他的生命 他的健康 他的自由 和他的财产 OK 这几个是他的 他的私有保护 自己保护自己的这几个基本权利 保护他的生命权利 保护他的健康权利 保护他的自由权利 和保护他的私有财产 自由权产权利 这叫life health liberty and possessions 然后呢 这句话呢 像在后来过了一百多年呢 过了几十年 就变成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就是 生命 自由 和寻求幸福的权利 这句话从哪来的呢 从美国的宪法里来的 不是从美国的独立宣言里来的 所以Thomas Jefferson 写的独立宣言里就用的这个 we the American want the life the freedom in 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 实际上这个是很大程度受了lock的这个 这个哲学里面的影响 同时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自然界生活的这些 这些人类都应该受 谁的这个这个控制呢 是受这种至高无上的一个无限聪明的这么一个创造者 就是上帝 受他的限制 就是在他以下 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是在我们上面的 人和人之间不应该有上下级 但是我们都是上帝的下级 我们是在 我们上面有一个 但是不是人 是上帝 OK 所以呢 就是在这种自然法规 这种自然界的这种自然规则的这种环境下呢 John Locke他说呢 所有的人的生活的这个基本准则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理性思维 OK 然后呢 在地球上没有一个至高无上超过我们的其他的人 当然除了上帝是真正的至高 让我先把上帝这个这个这个放在外边 OK 就是在地球上 就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谁比谁高一等 高一等 人高一等 OK 比谁高superior 而我们大家都是一样 我们但是我们都用理性的去去靠理性思维的方式来生活 同时没有人比我们高一等 同时呢 这个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理性的思维 我们互相之间的任何的事情 OK 都可以通过理性的思维来解决 来判断 来决定 OK 所以呢 这个某种意义上呢 这个什么呢 是这个这个 实际上他又和这个和这个圣经有开始跑题了 OK 圣经上说我们的一切都是由上帝告诉我们的 但是呢 这一点呢 John Locke他有一个小小的差别 他说上帝是我们都是服从上帝的 但是他然后呢 他马上加了一句这个约束词 但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事 是靠我们的理性思维来解决 换一句话说 我们不听上帝的 我们靠自己 所以这个本身已经是和这个和这个圣经已经有矛盾了 OK 那么所以呢 就说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后来就是这个近代 就是很多对John Locke的这个著作 John Locke的思想进行分析的很多 这些这个历史学家 哲学家就分析 说John Locke到底 他这些观点里到底反映了 他对基督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看法呢 就认为是怎么认为呢 说实际上呢 表面上看John Locke是一个信神的 就是信上帝 但实际上呢 他是拿这个呢 作为一个影子 或者作为一个幌子 或者作为一个叫Facade 英语叫Facade 就是在前面 遮挡的牌子一样 把他真正的内心的 非基督教的那种观点表达出来了 OK 实际上他这种非基督教观点呢 实际上的 基本上的这个 这个底 这个这个这个根基呢 是基于 他对社会上的道德和社会上的那种 大家共同拥有的社会道德观的一种表现 表述 而这种表述呢 实际上已经和基督教的这个传统的 这个这个圣经有矛盾了 但是呢 他在当时那个年代 他是不能站出来 说这个事儿怎么怎么样 我不能同意 因为可以想象 他是和和伽利略是一个年代 伽利略就因为说错错话都给软禁了 晚年都是在在软禁情话生活的 然后那个Bruno在那个时候都给活活烧死 你要是你要是说的东西要是真是明显的 和这个和这个当时的宗教的这种 这种doctrine有没有conflict的话 那你就有可能是 你就是heretic heretic就是你等于 你等于是这个这个什么了 就是犯大到大逆不道啊 所以他在这个前提下呢 他就是用他的哲学理念 很隐晦的或者很隐蔽的 把他的这种 把这个上帝在这个宗教里边的这种绝对权威 慢慢给剥离了 而加入了很多人类的理性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 把这个江洛克认为是 这个启蒙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驱 OK 实际上启蒙运动是从他那开始的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讲 他这个自然法规的这个看法 这个自然法规呢 他是什么呢 他说呢 在自然法规的这种环境下 这个自然法规实际上就是 是他定义的 并没有说这个这个Bible里是这么说 或者谁这么说 而他什么在自然 他的描述这个自然法规 大自然上帝 这个创造的这个大自然里面的 这个自然法规是什么呢 就是说每一个人呢 都有一定的道德 基本的道德准则 这个道德和真理的准则 这所有的人都是有同样的这种道德 Certain moral truth Apply to all OK 这个什么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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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呢 他呢这个自然法则法则呢 对每一个人的权利和他在社会中的地位 有了一个基本的定义 那么这定义就是什么 大家都是自由的都是平等的 所以换句话我们都一样 OK 没有没有人上人 没有这个人下人 没有天生什么 但是反过来 还是我在remind everyone 就是John Locke上是不反对奴隶制的 所以这个是在一个非常unique的这么一个argument 就是奴隶跑外 OK 这个这个奴隶跑外排出去 在这以外 这个所有的这个欧洲的 或者他认为 因为当时只有欧洲人 就是在这个人里面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回到就是前面讲的 他实际上和这个和这个诚经里讲的那种 那种reviewed through the prophet 本身的那种divine law OK 是有区别的 和那种就是那种 圣经里讲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是有区别的 他认为呢 自然界的法规 自然界的法规的这种存在 和他的理解和他的应用 完全是 依赖于人类的理性思维 对所有的人都可以应用 那么在这个法规下呢 我们有刚才讲了有权利 就是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追求自然财 个人财产的权利 有个人自由的权利 个人生活健康生命的权利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 那么责任呢 这个责任是哪些责任呢 第一 我们都有在这个自然法规下 我们都有保护自己生命的责任 这个对我们来讲好像还用责任 我每人我都想 我都是不愿意自己死嘛 对吧 这是保护自己生命 但是你这个 你这个可以掉过头来 你可以问另外一些人 有些人他厌世了 他因为什么生活中出现了 这么大的困难了 他就想自杀 那这个时候你要用lock 来说你要是自杀 你等于对这个上帝下边的 这些这个这个自然法规 你不负责任 你要负责任 你应该保留你个人的生命 OK 所以保护自己 保留就是preserve one's self OK preserve one's own life 同时呢 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保护其他的人的生活 生命 特别是当其他人自己保护的时候 已经无法自己保护自己的生命 换一句话说 当其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你有责任去保护他 去帮助他脱离这个威胁 OK 第一你是保护自己 第二你要保护别人 还有呢 就是你不应该去kill 或enslave 或者是steal 就是你不应该去杀人 不应该去把别人变成奴隶 也不应该去偷 但是这个enslave 实际上不是指着黑奴 是指欧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那种 你不能把人变成奴役另外一个人 OK 因为他一直把黑人这个事排除在外 同时呢 你还有一个什么义务呢 你的义务是 你做的事情 应该是对整个全人类 在地球上的生存 要有一定的义务 换一句话说 你做的事 不要去伤害全人类的生存 比如说你去 你去你去这个 这个搞什么核扩散 OK 去把这个核武器偷偷卖给金三胖 OK 这个实际上 你好像是帮助金三胖 实际上你是在destroy 你是在破坏全人类的安全 OK 你如果把你的核武器 核武器私下转给金三胖的话 同时呢 你要有这个什么呢 要有这种charity charity就是慈善心 OK 慈善心或者是就是帮助别人的这种心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自然法规下 所有的人类都应该拥有的一些基本义务 OK 同时他还强调呢 就是我们这个自我保护的 这个这个权利的这个自我 就是自我保护自己生命的这个义务 实际上呢 是我们所有其他义务里面最高的 前面我讲了 有保护自己 保护他人 然后不做坏事 然后去保护全人类 但是这里最基本的 你首先你要把你自我保护住 你别自己那个跳出来就怎么怎么样 OK 所以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所有的人呢 都有自然的权利 就是这个在这种自然法则下 天下所有的人都有这个 有这个natural right 刚才说你有duty 上这本身那个right也包括这个 就是第一 就是你要保护你自己的生命 第二呢 你就是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如果这个自然界有哪些物品 没有任何人去 你可以去拿去享受 但是没有任何人去去拿的话 你有你有去个权利去把它拿到你手里 变成你自己的 当然这是前提是别人没有受到伤害 OK 这个是也是自然法规的一部分 OK 实际上这等于是也是给美国的这个这个这个新的这种殖民地的这种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吧 下面呢 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呢 他又提出来 就是假设在这个自然法规自然自然这个这个环境中人的这种 刚才讲的这种自然状态之下 那么我们还有些什么呢 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有这个义务去服从和追随或者是服从这种自然法规 我就是我们应该去 刚才讲了这个这些自然法规 听起来像很普通很基本的 但是我们应该都去服从 OK 那么 但是呢 按照John Locke讲了 这种这种自然法规下的社会或者是自然法规下的人类的这种生活的这种 实际上是本身上来讲是不稳定的 是不稳定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OK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在这个自然法规下就有人犯规 肯定会有人犯规 刚才说你你不应该去偷不应该去抢不应该去杀人放火 但是肯定有有人做这个事 那这个人怎么样去惩罚他 OK 怎么样去惩罚他 那么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 这个这个被偷被抢的这个这个victim去决定怎么样去惩罚 那显然呢 这个被偷被抢的人就决定了这个人你偷了我一只羊 那我就要把你们家人全家杀死 那显然这就不公平 对吧 或者是不公平 甚至就会逐渐暴力升级 这就回到这个像这个中东有些那种那种那种部落之间的那种血仇 可以是几百年的血仇 就是你几百这个整个的过程就追溯到几百年 你杀我一个什么 我杀你什么 就是一这么一环一环的这么套着 这几百年就是没有没有没有 这里就没有公正 没有正义 没有这个什么 然后同时就是充满暴力 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实际上就是这也不行 OK也不行 那么那么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的 这种社会上生活的人 自然是尽管是自然法规的生活下的人 由于有人在不断的犯规 尤其引起的后果就是会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会长时间的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这种恐惧就是个人身体身体有危险的这种恐惧之中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你的社会里有哪些人是这个是真正的守法的 哪些人不守法 这个守法就是大家都要保护生命保护自己 但是他就拥有那种坏人嘛 对吧 这种坏人你是无法就完全把它把它防止住 这样的话呢 这个社会呢就不稳定 同时呢 这个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呢 这个关系也非常非常脆弱 很难就能保持一种一种繁荣复兴的这种和谐社会 OK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么怎么办呢 一个方法呢 就是制定一个社会上的合约 社会叫social contract 就是如果我们制作一个社会合约 那么这个社会合约实际上什么呢 就是政府了 就是通过这个合约 我们大家都形成一个统一意识 我们形成一个民间的一个政府 就civil government civil government就是所有的公民形成一个政府 这个公民政府呢 是什么呢 大家都有一个通过统一 common consent 大家都同意 什么呢 大家都同意这形成的 经过大家都同意支持的这么一个公民政府 这个公民政府呢 有权利来执行对于这些犯规的人的一种惩罚 或者是是是迫使他们守规矩 OK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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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言外之一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形成一个政府了 有这么一个权力机构 这个权力机构呢 实际上呢 是本身是公民投票 或者是公民大家都一致推荐的这么一个环境 那这个环境在在John Locke的时候不存在 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他的英国皇室是absolute monarchy 那时候英国皇室还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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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立宪分开呢 那时候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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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英国的那个那个king 或者是那个queen或者whatever 实际上是有绝对权力的 实际上这个本身已经对那个权力 对当时那种权力机构 已经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一种批判了 就说那个实际上不对的 应该是像我说的这种 大家都是一个公民的一个政府 平民推荐出来这么一政府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政府社会协约的环境下 OK 这个社会中生活的老百姓 可以有限程度的 有条件的 把它拥有以前在自然法规下拥有的那些权力 移交给政府 移交给政府 刚才我讲的是什么什么 life liberty health and property OK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所有的liberty 但是这个liberty里面就有一些liberty 可能就要交给政府了 这样把这些权力一定有限程度的交给政府 同时他最核心的权力 还是留在他自己手里 这个最核心桥里就是对自己生命的保护 对自己自由的保护 对自己私有财产的保护 在这以外一些其他的权力 这个当然在一个像美国的话 你肯定有些东西是交给美国政府 你要去交税 对不对 你要去交税 你不能去杀人放火 你不能去贩毒 你不能去行骗 那么这些呢 在完全自由世界上 严格来讲 你是可以这么做的 尽管你不应该这么做 你可以这么做 但是呢 这个当然就是说 这种有限的这种 这种什么 你就约束力吧 就交给政府了 那么政府的存在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保护 你刚才最核心的那些权力 就是政府的存在 就是要保护你个最核心权力 同时呢 使整个社会的 这个这个这个 整个的社会呢 变得更好 OK 整个社会变得更好 换一句话说 政府的权力是干什么 是干什么 是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保护你的自由 个人的言论自由 这个行动自由 什么什么 各种各样的自由 保护你的财产自由 这是政府的义务 假设这政府没有保护 就是这些最基本的核心的 这种natural right 政府没有保护的话 那你就应该抵抗这个地图 政府 这就是这个讲话 讲话很清楚 你就要抵抗 甚至你可以用暴力手段 把这政府给推翻 OK 就是revolution 这个就是 当然又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美国宪法里面讲到的 每人都可以拥有枪 实际上就是由这个理论 由这个理念引出来的 每人都可以拥有枪 就当如果美国这个政府 没有做我们授权 他去做的保护我们的 基本自由的这些事 他做事越来越出国出格 那我就有可能 我就有义务 有权力去抵抗他 同时把他推翻 如果推翻的过程中 如果需要暴力 对不起 我手里有枪 我就可以用枪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是这个和John Locke的这个理念是一样的 是有什么的 好 这个这一节呢 就是讲这些私有财产和这个是个政府的形成 下面呢 我们在下一节呢 我们继续讲这个John Locke对政府的这个概念 是怎么样一个理念 这个是我们下一节讲 继续讲 有这个 Verdikt 就给我们